留院7天,有3天要在深切治療部 約翰遜向公眾報平安時,隱悔透露病情一度有多嚴重 甚至差點無命 他的未婚妻西蒙芝就在社交網站提到 過去一個星期曾經經歷極黑暗的時刻 報道說懷有新人的西蒙芝 在約翰遜入住深切治療部期間 寫信和送上BB的超聲波相幫他打氣 首相府一直沒有詳細公布約翰遜的病情 只是說他要吸氧氣,但不用用呼吸機 到星期日,病毒測試結果呈陰性,隨即安排出院 到手上香膠棺底涉黑師休養 遠方每天會和約翰遜通電話 密切監察他的情況,再決定何時復工 政府消息估計約翰遜至少要休息一個星期 但專家認為他要更長時間才會好 約翰遜入院期間,首相職務由 身兼首席大臣的外相南通文站待 現在約翰遜出了院,那重大決策由誰負責呢? 英國政府接下來幾天會決定是否延長居家令 每日電信報報道,外國就決策權在哪裏有不同意見 部分國人認為措施事關重大,手上應該問責 但反對的人擔心,如果約翰遜太操勞,會影響康復進度 主張由南通文樂決定 有先電視記者,美金民報道